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香港学校之一 香港培桥中学多年来坚持做好爱国主义教育 为国家和香港培育了大量人才 7月2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香港培桥中学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回信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香港培桥中学校长武焕杰 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要做好爱国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让香港孩子从小认识国家 我们现在比较大的推动 包括在幼儿里面就开始升华国旗 在幼儿里面就开始组织我们的升旗队 那这一个也是教练会跟升旗队总会一直在推动的 那学生们透过他们的这种升旗的仪式的参与感 他们对于国旗国歌的认识 让他们更容易去了解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公民 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广度其实就是让孩子们 让学生从小做起 就是回到内地去考察 我觉得可以让学校这边 有更多的校本的考察的方案 那如果有些学校它有更好的想法 我觉得校园区可以放权 让他们有更校本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十月二十四号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 还专门论述了在香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武汉杰表示 裴乔中学一直坚持爱国主义教育 为不同学龄的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学方案 我们初一的学生就全年段的学生都要参加军训 那这军训它不只是让他之后自力自强锻炼身体 所以更重要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国防的教育 初二学生我们会进行一个龙耕的这样的教育 劳动教育 初三作为一个学生领袖的训练 高一的学生我们让学生们每个班级去大湾区9加2 那不同的城市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 高二的学生我们去一个更远的地方 我们带孩子们去到湖南 让孩子们去看看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保护好环境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旅游的资源 新学年以来 很多香港学校面临招生不足的问题 在武幻节看来 当下香港的吸引人才政策和全港小学的小班化教学 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转机 现在香港它也是在大量的我们说在引进人才 那这些人才其实他们来到香港 他们除了自己的就业 或者说自己读研究生这些的需求之外 很多人都是有自己的小孩的将来的 入学的接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个人是感觉是只要是我们 把我们的学校继续去发展 就是说是适合这批新来港的 这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需求 那相信是有这个转机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今年开始 全港的小学都是进行小班化的教学 那这也是说我们能不能能够做到 就是优化我们的私生比例 然后能够对学生们做好一个最好的照顾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 要继续大力推动香港的Steam教育 即包括科技 工程 艺术 以及数学在内的全面教育 在兼任香港科技创新教育 联盟副主席的武幻节演中 对人才的培育应该是全面的 教育机构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那他比较重视的是一个叫做 动手能力的提升 就是让孩子们从这 透过这个Steam教育的课程呢 能够多点机会去动手 发挥他们的创业 培教中学呢 其实在当时2017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提出自己校本的 Stream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课程 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把它放到课室里面去 包括现在今年呢 我们也提出 我们也开始呢 规划一些小组 就是他们的课程里面呢 已经有一些Stream的一些课程 包括编程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相对来说呢 还是能够给更大的空间跟能量 去提升学生们的创意跟思维 那我相信呢 在这么多的这些机构 包括政府的权力推动之下呢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自1993年15岁时 从故乡福建来到香港培教中学就读 后来又在母校担任教师 直到如今担任校长 武幻节已经在陪乔中学度过了30多年的时光 未来 他希望把陪乔中学 陪财思报国的教育理念推而广之 把陪乔的爱国传统发扬光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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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